会说从产品的营业的角度去看 其实Webpress还有跟整个 几媒到SOMA的媒体的转变 还有其实这个也是影响到 背后的产品的开发 好 现在这个其实是我的剖法 我之前其实也是做过设计师 现在也有其实在帮忙HKOS 还有PyCon的一些的做义工的团队 然后我也是有一个网上电台的 co-founder 然后也有做一些设计师 还有其实也有做过project manager 就是从媒体转到SOMA的媒体的时候 我在经历过这个整个过程 然后其实也有做过analyst 其实就是怎样去分析在网站 还有可能是APP的definement的话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的数据 然后也有做过BD的manager 也有product manager 现在是其实我就在香港01的这个媒体 做感到的经营 好 那在现场的各位大家好 那你们有谁是 其实是做现在的definement 其实分end还有backend的definement吗 可以举举手啊 也蛮多的 那有是做设施的吗 比如说是关系到UI还有UX的吗 都有 好 那我继续吧 其实我今天大概就要说三个钟点 其实我们会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几媒到数码媒体的转变 还有它其实在整个思考的过程 怎样去改变整个公司的高扣了 还有其实也因为这个mindset的改变 就会对司徒 还有我们是怎样去设置整个平台的 还有product的一个转换 好 这个其实我就是参考在网上的一些资料 其实在台湾呢 也有一个转类的点子 其实在台湾的子媒 还有其实现在的数码媒体 有的是比如说是UDN 东兴还有Next Media 其实都是比较popular的现在 其实当然这个其实就是说 在2013年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很大的变化 那香港呢 香港是怎样呢 其实这个就是在2003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到 当时都是TVB 可能各位也听说过吧 然后TVB还有其实也有一些几媒 是很popular的 他们是很多的大家都会看的电视 但是还有是杂志了 可是到了2010的时候 就开始看见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另类的 可能是我们叫做public shop 其实他们有一点大有媒体的成分 比如说是Yahoo 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可能是媒体 这个是头条还有AMC三年 其实也有一些生活平台 比如说是新闻地 新加址之类的 其实他们都已经很 在香港其实很受欢迎的 只是因为我想说 就是从我们去整压去分析整个product 其实在产品的试试 其实也要顾虑到 其实整个business的model 应该去怎样去营业下去 然后有一个经营的收入了 可以看到这个时间 到2017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整个的环境已经不同了 因为你看到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其他 比如说YouTube Google 一些的GDN SEM 其实还有其他的KOL 也有Facebook 大家都很熟悉的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Instagram 还有其他新的就是数码的媒体 已经在2017已经是很popular的 所以从感告主的角度 他们会把感告的费用都会投放在 他们因为可以影响到大众的一些媒体 到2018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website还有APP的 广告的投放 其实也超过20% 然后其实很大的 也还是电视的包分 其实还有30% 其实我们在香港 有一些免费的子媒 他们也是靠感告去经营下去的 另外的一些都是 社交媒体的感告的投放 现在都是很common的 香港使用网络每一年的增长 其实每一年都在增长 就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所以我们都看到 其实每个用户都在用的是APP 还有也是用mobile的 已经建造了差不多是全个市场 好 那可是在我们设计product的时候 他们可能每一个帮忙都会说 我想怎样去做这个product 他们有很多的意见 然后到管理层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支持的意见 那我们怎样去做这个决定呢 然后我做analyst的时候 其实就会慢慢把这个mindset去帮忙把有top management 就是管理层的最top的下面去做一些training 还有慢慢就可以把这个mindset去由上到下 去把这些怎样去看数据怎样去整个big data 因为有一些帮忙他们其实也不会很注意到大数据 其实是什么呢 大家都说不把全部的数据都拿出来吧 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数据 应该是怎样去用这个数据 其实也要用一段时间 其实他们要重新开始去学习再可以应用到 那到产品的设置的思维上的讲辩 大家都可以知道 其实在价值magazine的封面的设置 都是由总片还有设置的团队去设置整个封面的 每一次的封面 还有排版 排版也是设置的去做的 内容的也是总片片集 还有直接他们去做一些专题的时候 还有每一版或者是每一次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很多的去做这个统筹内容的东西 可是在这个紫媒的整个product上面 他们其实都在都得印差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因为印出来的时候 就很难去改了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已经 大家都用上网 也有很多网页 其实现在做的就是 即使只见view time就可以去改变的东西 我们是所以设置网页的时候 很注意UI还有UX 但是做这个UI UX的决定 其实是谁呢 其实是总片去决定吗 还有还是UI UX的designer去决定呢 还是其实就是排版的designer去决定呢 还是谁去决定 这个其实它很重要 也是很难决定的一个部分 然后到可是一个网站的前台 还有后台 后台 其实这个不用说就是内容就是一定是 编辑他们去做可以去管理的CMS 他们会跟杂志不同的时候 因为杂志你可以知道他们的发行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其实 其实约到什么的内容了 所以在网站的时候 所以在网站的时候这个SEO的 说过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 发行对网站的邮报 就是他们的 因为他们也是要经历这个 其实经营的一个很大的危险 所以他们的Amazon的老板 他们就其实自行开发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ARC Publishing AARC Publishing 不叫这个平台 其实这个平台呢 也制合了很多的三个部分 有编辑的原体 发包的系统 还有检查的系统 也在这个Publishing Tools里面 所以这个Tools基本上是 取代了紫媒的工作 还有其实这个工作呢 也可以协作到 其实把他们的思维去改变 所以呢 当时的老板就参考了 这个思维的模式 因为其实ARC Publishing 其实是很贵的开发的工具来的 在一般的公司 其实真的很困难去 把这个花这么多钱 去开发一个整合在一起的系统 所以在这个展示之前 我们要其实只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 自己做自己的玩意 还有自杀设施的系统 但是其实这个时间 花得真的特别多 因为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意见 我想有时候我想 前台的logo去带一点 还有 然后就有总片也会说 这个颜色不行 要去转做其他的颜色 然后放下面也大大小小的 还有排版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传统的媒体 传统的媒体 他们的思维的模式 其实就是 跟随当时他们的习惯 去做这个设置 然后其实在自己的设置的设置的网站 还有后台 其实这个科兵性其实很大 当然因为每个人也可以 做这个设置 怎样去做设置这个flow 还有去怎样去做什么功能也可以的 但是这个开发的成本 还有资源其实很大 因为 这个很需要的其他的专丸的人才去 他们要拼请很多的 比如说 可能要大难的开发者 还有大难的开发者去 去兼顾到后台 还有收拾室 还有前台的东西 然后自家的设置 也会有很多的bug 这些bug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去解决 如果说我们自家要很容易的设置一个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是不是每个users都可以自己去用得到 或者是方便他们的工作去使用这个系统 其实做开发者 其实很可能没有顾虑到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可能就会跟随他们的思考的模式去开发这个后台 还有前台 但是在后台的用户 他们其实可能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困难 他们只有用拼请更多的人去解决 其实明明在系统上很容易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老板就说 因为每个users他们都可能都有一些税求 但是这个税求可能我尝试过开发一个website 他们仅仅会有超过100个的意见 然后其实这个都可以做到 但是时间上可以跟随到这个脚步 其实就没有可能 因为一间公司要持续生产下去 也是要配合到前台还有后台的开发 所以这个时候老板就会说 其实website其实也很多人 应该全部人都知道website是来一间公司 他们做的后台还有前台是怎样 其实比如一个用website的网站 最基本的其实五分钟也可以见到 然后其实当然它有website就是好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形式性 所以我们在时间上可以跟那个product的user 他们去规定一些的框架 还有我们要跟他们决定的消失 他们在网页上的packing 怎样去处理packing的建用性 但是这个开发的成本还有支援其实很少 就可以做得到 那当然我们如果有自己的开发者 也可以自己开发plugin 还有其他功能 其实我自己用website去建议自己的网站 还有一些e-commerce的一些网站 其实e-commerce的网站 其实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个整理了 如果用website的话 所以这个是 其实这个系统就很容易就可以 bill in一些的前台 还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用到这个后台 这个是很user friendly的 那其他的其实所以就算我不是designer 其实也可以去用到website去做设计 那所以是谁主导了网站的设计还有功能呢 其实每一个在一间公司超过可能大概 吃百到一千元的时候 其实不是我独立去开发一个网站 这么容易的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困难 就是说刚刚说过的 就是是谁决定了 这个开发功能呢 这个product的flow是怎样呢 所以身为这个project的manager 就会问一定要知道是谁主导了整个功能 还有整个设计 所以当时有一个设计概念 就是怎样去把传统的思维 还有系统去重新的设计 然后这个设计其实也要固类到以用户为中心 比如说我们就用一个design一个CMS的时候 可能这个CMS因为其实在几枚上用的是inDesign去做设计的排版之类的 然后在这个系统其实他们去上传的都是高指数的图片 其实档案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用的是300dpi的高指数的图片 还有因为这个专事是CMYK 其实这个设计图片的税筹的知识 其实并不兼用到现在网站上面的素材 因为其实网站还有APP都是讲求的 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速度 对吗 然后所以这个CMS开花的时候 其實是為了解決怎樣把紫媒還有網上的全媒的平台去結合儀器 然後另外一個系統就是可以自動的 把這個圖片的指示轉換 從CMYK轉換到RPG 那你不用每一次都用Photoshop去轉換一次 然後其實Filesize也有一些用Open Source的工具去轉換到自動可以把Filesize改變 還有DPI的問題 因為在CMYK的時候的媒譽版書還有報紙其實有很多文字 這些文字是不是全部都適用到網上其實也不是 所以也要做一些feel了 就是去做一個matching 就是把他們其實重點要放在網上版的時候 可能是網上還有APP都可以是不一樣的模式去投放到給User他們去用 因為所以這個概念就是InDesign還有就可以output到magazine 然後就output到PDF PDF其實也是一個企業版的版本就可以upload到網上版 另外的這個CMS也可以直接把一些很快很重點的資料就上傳到網上版了 然後就各自出版商的出版然後數碼平台的分享也可以分享到 那現在呢其實講到紙媒的狀態 其實因為這些成本已經很高了 所以每一個發行的時候其實所花的金錢其實很多的 可能大約大大的大過現在網上版的一些開發的成本 所以我們每一個產品的出生其實都有一個目的的 就是怎樣去設計這個因緣到經營 還有怎樣去可以得到這個收益 其實才可以持續差距的 好 那我今天就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嗎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就是 如果以Wordpress來加上的話它主要的受眾會是誰 因為Wordpress並不是適用所有類型的網站 那有些網站硬要用Wordpress去開發的話 那在客製的部分那個成本有可能會大於就是全部自行開發的成本 因為我知道Wordpress在開發上如果你需要客製一些功能的話 它很多的時候它的行為是去覆蓋它原本的流程 而不是改變它的流程 那這有兩個問題點 第一個是你會不知道這個外掛原本的流程走向你漏覆蓋了些什麼東西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因為你是去覆蓋這個流程 那你覆蓋掉的東西它一樣會執行 那在一個loading比較重的網站上 這會造成很多效能上的瓶頸 對 我想知道就是Wordpress比較主要的受眾會是誰 其實Wordpress其實用到的就是公司裡面上下下的同事也會用到 其實比如說是designer也可以用到 因為Wordpress全台它可以已經可以改變到的是 或者是CSS啊什麼的功能也可以改變到 然後如果說是內容的話 Panze它們自己就可以用Wordpress去塑料它們的內容 其實也有其實也有去做這個 image的 editing的功能 其實很方便它們每一個步驟 那以前它們真的是要去用在每一個圖片都要去做 editing的 這個其實是很花時間也很花人力 所以我們資深這個成本的時候 就是在開始開發的之前 我們也會做這個整個去資深這個budget的planning 那就是去做去plan是要用到多少的人去做這個 運作它們要有多少人 然後可以減少它們多少的時間 那所以其實轉到去Wordpress的時候 內容的團隊它們就可以focus在它們真正內容方面的東西 其實就可以減少它們的focus在其他跟內容根本沒有關係的東西裡面 謝謝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我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